其實你除了ATV拍過霍東角 其實你也有進了TVB 也有拍過幾套電視電影 還有大家最喜歡的大頭陸機鬥機音師 進了TVB為什麼是契機呢 沒有什麼契機 在雙研鑽覺得你賣浮 有賣浮價值 就叫你拍電視電影 也沒有叫我拍長劇 用來賣浮 用來賣浮 你也知道 沒有所謂 我們演員最重要是什麼角色都叫做 不要說是僵屍 誰知道 拍長劇就好 僵屍 僵屍出現令水鬼變情人 兩個煙煙毅毅開開心心 加上男人婆姐姐更加過癮 不過兩女一男又點夠分 帶頭陸機鬥僵屍 明天晚上九點三上演 東方人鬼情味料 有沒有抗拒呢 初初又拍殭屍 TVB長劇沒有拍過 沒有拍過長劇 那就好 就拍過長劇 帶頭陸機 他在相而論 他覺得你 所有人認識你 前小豪 都是殭屍那類的 然後進來 就有殭屍 我找到樓岸江 對 樓岸江 當時的格子都不小 有當時黎月祥 楚元叔 楚元叔 樓岸江 鄭秀文 鄭秀文 做兩姐妹 對 做兩姐妹 都拍得挺好看的 那時候的Sammy 你怎麼記得 Sammy 剛剛入行 剛剛入行 因為小女孩 小女孩 還有一些Baby fact 我記得她 臉書圓圓圓的 還有一些臉書圓圓圓的 那 合作 Sammy 又沒有什麼 我們都是在片場 拍戲的時候溝通 拍戲的時候溝通 因為我的氣憤多 她是女鬼隔不中出來的 或者她的氣憤跟那邊多 跟她的那些 羅蘭姐 在妓院 我跟師傅和祥仔 坐完宿去捉姜絲 和胡峰和大頭陸醫去捉姜絲 很多時候就在片廠接觸 一起對戲 那時的坐完宿 因為他們已經是演員 你當時在邵氏之前 有沒有跟他們接觸 我們有接觸的人 但我未拍過坐完宿的電影 坐完宿都算是當產導演 因為他的電影是很收得 張徹之後 我想他的電影是收得 古龍、楚流香、流星蝴蝶劍、天涯美月高 全部都是大卡士 但他沒有找過我 因為他找到越高大 我不夠高大 通常找到迪龍、迪龍哥、耳東星那些高大 每個人都有六呎以上 那些高大 反而在TVB和採完宿 不是去做導演 大家做演員 很開心 他很好玩 很好玩 其實採完師傅 挺鬼馬 挺健談 一邊拍一邊笑 一邊開玩笑 這是一個美麗的回憶 和採完師傅 有時採完師傅有些生日 我不在香港沒得說 我都會去現場 見一見面 是的 是的 當年還未出名的 是士帝 麗耀祥 現在 差不多是許冠英的角色 是的 兩師徒 許冠英 是的 那麽好 大家這麽多年 又看到 他又拿了三屆士帝 有一個小演員 現在是士帝級 還在三屆 很開心 看到這個轉變 很開心 所以不枉此生 看不少故事 最後 適逢其餘之下 有一部很大的電影 但要做反派的 很棒 是反派的 是李連結 穿了這個 我做法 那就是太極章三層了 我很開心 終於有人認識我 我是一個演員 可不可以叫我做姜思 有陳智慧轉變的兩師兄弟 最後一個大反派 這套好像是八年 我很開心 終於有人知道我是一個演員 這套就在國內拍 北京 在北京 對 到現在的影響性 都影響到現在 很多人 都很喜歡看這個反派 那個叫做天保 現在很多人用了我的戲裡面的對白 成為他們的金句 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 對 我見到每個人都說 蘇哥 我最主要是第一個 因為可能有些太年輕 霍東哥是成長的 都記得 年輕的時候 就記得你一部了 因為在電視上 輯了一個星期 一定播一次 不同的電台 一定播一次 和李連傑 如何合作 這套 張三豐 合作得很開心 這套我應該都拍了半年 你看到裏面的製作 一場戲 八爺都可能拍兩三個星期 少打 第一場已經對付那些抗爭 我拍了很久 很多場 那時候有沒有特技 現在有特技的棍就畫出來 那時候真的是NG 拍了 長程戲都拍了很久 我覺得有在屯城裏面 李連傑教授楊子琴 那個都拍了半個月 最後拍了一個多月 濕碎 拍了半年 但是我很開心 可以跟這麼多大師級 可以合作 而且還可以拍到李連傑 拍到李連傑 為什麼還有一個這麼好的角色給我 有變化 很開心 那套戲來說 都是我其中一部戲的經典 第二部 《精武英雄》 《精武英雄》 我比較喜歡 外國影迷覺得 功夫應該是經典 經典 教科電影 他入了教科 在裡面也是跟李連傑做師兄弟 一個日本留學回來 一個很傳統的霍亭恩 其實就是霍東國 他就是通靈的 不知為什麼叫霍亭恩 不要緊 兩個人都在戲中 一個傳統 一個要謀求進步 兩個在武術上 一個有矛盾 有磨擦 兩個師兄弟 有很多戲份 好看 原來我大姐 景峰 曾經在美國上過一堂電影 進去 就是教怎樣去拍動作片 就是這場教科電影 和李連傑 在外國教科的其中 當然不是我一部 可能有十幾部 其中一部 動作片就是這樣拍 你可以參考拍 就是這樣 這個有一個故事 真的很精彩 八爺的動作 其實不是很難配合 八爺那種夢作的設計 你覺得你跟他們 配合到 配合到 如果只是說動作 招式方面 會是劉家良有成 劉家良 因為是傳統武術 就是那些招 因為八爺不同 八爺是學京派 那些舞台那些 所以他們喜歡威也騰空多些 佛山茂縣腳 就是那些 威也騰空多些 就是動作會大感些 就是我就是這樣分析 有時跟 谷謙超 即是弟弟 去了荷里活 但沒有說 我們有時收集 大動作之中 有些近一點的試試隔招 去磨合 這樣磨合這些東西 有時你都要配合 李年杰 因為他有學武術 動作武術 都要變回到 動作武術裏面 最好看 最擅長的東西 其實是一個大融露 幾種不同的動作 配合進去 這套 他做老闆 會不會都很緊張 都很緊張 都很緊張 所以大家有要求 所以他和我對打那場都拍得很精彩 打到不會離航離辣 不會離航離辣 大家打得很貼 很象徵 我們加少許力粉 是在面前有一個圓圈 打出來 即是想想速度快 日轉化 對 很好玩 經典 真是經典 很開心 所以很開心 可以離開香港 可以回國內 拍到中國反派 後期再衍生回香港 拍聖母英雄 是的 聖母英雄是全香港拍的 聖母英雄 有些是天津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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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時候是在廠拍 在嘉禍廠拍 剛才你提到劉家良師傅 你之前跟他合作的一套 就是初到貴景 是的 他其實多不多 那套好像是劉家勇導演 他自己有份讀那些招數嗎 劉家良師傅 其實都是那一系 劉家勇就是他教出來 是 嘉良哥也有 嘉良哥做演員 他很多時候都不想太過 去涉及動作 有時給你家用 晚杯 給你發揮多些 有時他會加意見 不是啊 這招不是那麼好看 不如這樣 這樣吧 即是會加這些 提點一下 提點一下 是的 所以我 這輩子都和我很多大師合作過 蕭玉哥 其實我在訪問你之前 其實有從網友說過 就叫他們 有些問題問你 其實都相當多 這麼受歡迎 我 就看看我們 選來回答 有些我們剛才也有說過的 先看看 有些台灣 香港的 日本的 台灣有一個粉絲 叫做空調太郎 他說 你都很少和嘉樂哥拍戲 其實是否做不對 拍過一套 浮片叫《人妖豪情》 是的 拍過一套 《人妖豪情》 之後 其實我和嘉樂都有合作 但是他是做幕後 我做幕前 因為以前他都是動作指導組 其實師姐大曬 他都是動作指導 有合作的 但是幕前只有一部 暫時 我相信不夠將來 會有合作的 會有合作的 其實那時候有沒有說 有沒有找過你們兩兄弟拍好 薑絲片 有沒有找過 他拍完薑絲片 有沒有 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 沒有試過 這樣嗎 試一下也好 猜情尋 誰輸了 誰做薑絲 最好 否則是秋生和嘉樂 兩個 說他們兩個 是的 都開心 近年 你在中國拍了一些 一系列的殭屍網劇 網大 他問你 有什麼感想 你都好像說 還有八套 其實是這樣的 我曾經說過 我曾經很厭倦薑絲 這系列 所以我去做大返派 也可以 去台灣拍電視劇 也可以 避開 又要提一提 又有一個故事 就是因為八年前 Juno的殭屍 我有年幾天成長了 我知道 其實你避都避不到 宿命難為 避不到他 所以繼續拍 原來是勾起大家的情懷 兼顧著年青的新的粉絲加入 原來他們看回我以前那系列的殭屍片 原來他們喜歡 原來他們不認識 Juno那個 有些是十八、九歲 然後看回我都追回 我覺得這個避不到的事情 就是拍攝殭屍 香港如果拍攝殭屍 預算要很貴 不然就不要看 變回以前那些投機片 現在市場變動了 如果有這麼大的預算 不如拍攝國內和港 拍片 那些什麼風暴 什麼風暴 這個很難去擔心 有風暴 唯一一樣 現在就是我唯一 其實殭屍這個題材 在國內都不能拍攝 所以我們上不到遠線 如果上到遠線就威勞 唯一就在網上 其實現在我們在網上的電影 和拍攝電影是一模一樣 是一模一樣 但是唯一一個缺陷 這個題材 我們是走少少法律 你拍完的殭屍 是真的拍 但你不要說那隻真的是殭屍 那隻是人扮的 是 因為你覺得我發夢 我精神錯綿 就是這樣 所以很多時候 國內都很多人喜歡看 但一直看 就有很多鬧的聲音 就說 為何沒有拍得好像以前 正英哥這麼原汁而來 我剛才也解釋了 不是我們不想拍 是我們不可以這樣拍 有些掣肘 扶又不可以 銅錢掀又不可以 盜人迷信 你可以跟薑絲打 但薑絲是吃了藥 吃錯藥 因為是經常 穿了薑絲衣 當自己是薑絲 你去收服他 是吧 當初你都以為是薑絲 世界沒有可能有薑絲 所以你解脫這個迷信 那就行了 唯一是這樣拍 所以我們 一定要拍 因為大家都太多影迷 是薑絲迷了 因為現在網絡世界 大家都方便了 在國內那些網上 你也看到我那些薑絲片 香港又 因為那個預算 你要拍很大的 又怕國內上不了 上不了 這個題材 唯有在網上 又沒有那麼原則原味 但也有需求 我們盡量 搞盡我們的老汁 今次這個題材 不是薑絲 是喪絲 都還沒死 吃了氣 你拍得精彩就可以了 你用心拍得精彩就可以了 沒辦法 被你們罵 我都覺得是正常的 因為我剛才已經解釋了 解釋了我們製作的苦處 就是這樣 好 剛才講到薑絲 有個台灣網友 劉岳力 很想問 小豪哥 你覺得薑絲裡面的印象最深刻 是哪一場 其實整套都感覺很深 因為那個是半自轉色 由我第一場回到屋邨 就好像我小時候 從屋邨離開 還有一場就是 拿回自己以前的道具出來 放不下 一個人都有過往的 你有經歷過 你說忘記了 又不會的 是吧 那我又不是五灰 有時候想回以前的事情 其實都適合做那場戲 是吧 拿回 很多場戲都感受到 開心的 很多場戲都很用心去做 跟Juno是否都談了很多 談了很多次 可能將你的故事融入了 是 最多我不知道 剛好我從國內拍電影回來 他找我 我以為有什麼角色適合我做 他做編劇 他也是編劇 他跟我說 入行十年了 我要做導演 我問好啊 做導演 好啊 他要拍《薑絲》 我說 薑絲 我先頭也想想 我是做薑絲 那隻死了的薑絲 還是什麼 我又不怕他做導演 會拍得很投機的薑絲片 因為Juno也有另外一個風格 我裏面是做薑絲還是什麼 我想拍一個自尊式 你的自尊式 因為留意了我以前經歷過的戲 新聞等等 如果你拍這個戲 我就反差來拍 不要再身平舊走 新的包裝 裡面的東西 就像以前薑絲先生一樣 我覺得沒有什麼破格出來 不夠破格 就沉重一點 你經歷過所有什麼 要脫離的薑絲 你回去打敗一隻薑絲 自尊式 如是者就拍出一段 兼顧他就要加插了另外一個好資深 好資深有演技 運回當年就是 殭絲班底 是的 中伯 陳友 鮑姐 衛英雄 吳耀康 還有一個新人小白 你出來個個都有戲 每個都有放不下包服的 整部戲就真的好看 小豪想 承鑑絲拜 鑑絲 然後鮑姐 鮑姐 又是一樣 把她老公變成鑑絲 因為是為了愛 扔不下的愛 所以很立體 所以被剪了很多年輕人去看鑑絲 我反差這麼大 原來好笑 又緊張 又愛情 又不同了 又好看 所以變化又不同了 所以整輩人逃不到 屬命難為 不過聽到他們那時候也說過 原劇本其實有許冠英 不過那時候他剛剛不幸過了 是 可能原劇本也未必是其中一部分 其中一部分 但你沒有辦法 人的緣份就是這樣 當你緣份到要開 人都不在 是吧 沒有辦法 有位網友想問一下 你記不記得 殭屍的結尾有什麼意思 即是你是不是真的死了 還是一個你發夢 其實有沒有說 其實是表達什麼 其實是表達整部戲 你看了那麼久 就是 當他未吊頸之前 經歷過那條冷河 就是想說 我未吊頸之前 你人生最後那一段想吊頸 你經歷過就特別留意 最後那一刻 去到 原來你吊頸離流那間 又變了你幻想 我想殺完 這樣的故事 反駁就是中法 因為中法 死了掛著一張牌 在暖房 都未見過中法 但是在夢裡 在一個流離之間 就有中法出現 但是不要緊 它是有點狹窄 但是它有一個隱喻 中法就是吃那些 靈嬰的骨灰 來吊命 因為它有個 末期癌症 這樣吊命 最後呢 他在暖房 有一天有蘋果 醫生 原來吃那個蘋果 就是一個隱喻 其實是將它全都翻譯了 然後有一個ND聽的 你想問一下 聽一下秋生的歌 就是真有黃秋生 對 秋生 你是秋生 秋生好 小小豪哥 你是他的中學同學 當年你們有什麼瑞士 記得嗎 很多瑞士 秋生當然有很多瑞士 沒有的 秋生 我們是學一個門派 叫大聲派瓜 我們跟他一起學 不是一起學的 他學傳統套路 他打得很漂亮 很有心機學的 我是機動部隊 機動部隊是什麼呢 就是吹打擂台 沒有什麼學的 喜歡打擂台 如是者 他聽到小學六年班 有一個專維護世界和平的 欺負小學 中學來欺負小學的 就被我借 沒有了 那位同學 是 我又不怕中學 因為我打擂台 我14歲打擂台 我怕你 方中方3 方5 也不怕你 是吧 他又知道我大聲派瓜 這樣認識 這樣認識 就 他說 不如我們切磋一下這個大聲派瓜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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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這樣認識 結果不告訴你 我們是好朋友 好朋友 他經常來健康簽來探望我 他很有心 很有心 他知道我打擂台 他買了一些日本漫畫 喜歡打擂台 泰拳那些 特意去到我家拍門 我現在回學了 拿著他帶著 哈哈哈哈哈哈 有什麼童年 情義結 對 最後大家都有些氣學 對 但我們有些氣學 很少提不提的人 對 不提這些人 不過現在年紀大就提了 我怕我沒有機會去人 另外有一位就是 David Vang 台灣應該是台灣朋友 然後想問你 幫聖者電競馬家旗片 什麼王者之種 那些 到底有什麼因素拍這些戲 我想都是那些浮片 浮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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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 浮片 是一些很低預算的製作 對 很好 對 但也好 拍些電競馬家旗片 我又有辦法去拍 對 真的 什麼都要嘗試 另外就問一下 這個叔姨娘 就問一下小胡 那時候有沒有說 最喜歡自己哪一套戲 喜歡的定義是不同的 由我第一部電影 我一定喜歡 因為我第一部 是吧 那麼 姜先生 太極可以做反派 聖母英雄 近期的教師 其實復仇者之四 我都喜歡 還有一個壞的警察 我都喜歡 台灣的網友應該是問 雷肖東 也是問你 台灣影迷想問 前小豪先生 接演《古惑仔》系列 什麼《古惑仔》都是浮片 《古惑仔》衝出亞洲大戰 《古惑仔》的感想 拍那些 都沒有辦法的 都沒有辦法的 那些很小的電影 是的 那些叫電視電影 電視電影 因為我都要 我都要養妻活兒 是的 我養妻活兒 因為帶你 Taliban 先進入過度期 如果以未不暢 今時今日 就不能與你跟同歉 因爲我沒有過度 不要緊 我覺得人生 最好的果就是有喜有樂 你經歷了這麼多事情,所以我今天可以跟你說這麼多事情 這就是事實,而且我覺得我沒有失敗過 我只是經歷過,我沒有被淘汰過 到現在我還在危害驚喜,而且成績也越來越好 因為有這樣的經歷,我有這樣的感受 所以我現在做什麼角色都不怕 我沒有想過怎樣做,你先來 這是一個鍛鍊,解釋不了 有個帕家風問你,請求被脅持女子事件的經過 我是不是你拿那個好市民獎的事 是,是,是,是 好像是1994年,1990年 不記得了,不想這些事情了 那天我和朋友在一條村的門口,欄杆 在喝東西,聊天 因為我有時,我在那個地方的大埔仔 我住過的,有時候 我在邵氏拍戲,我經過 我都去一去,見他們在門口 我去跟他們打招呼,聚黑教 聊天 聊天 聊了幾句 後面有個女子 我跟那個男人對著馬路回頭 看到那個女子 嘘什麼 嘘什麼 撩男仔 原來後面有個人 我以為是男朋友 或者什麼 陪著他 然後走出來幾步 很近 很近 我想 六尺左右 五、六尺 一路走一路 五、五、六尺 我被人打劫 然後就走了 後面那個原來 就是個查理 雖然是類似槍的物體 對 槍的物體 那時候 我說 我沒想到 就走去制服去 就是制服到的 制服到的 我的雞鴻是真槍 當然是快 我一進去 我就要這樣 就是制服到 那就好 就制服到 沒有什麼 保住了鏡 應該要做它 就做完 沒有多久 因為那個女生 走了 真的沒有保住 沒有回頭 沒有多謝過我們 我從此未見過那個女生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她害怕了 那時候 就上庭 制服她 你們做證人 上庭 在上庭 還未上庭 在庭外面 看到她 跟上庭 她說 怎樣 沒有什麼 她不理會 所以我走了 原來幫人 是沒有回報 我都知道 是不想回報 你多謝她 都說一句 原來有些人 真是個沒有禮貌 你是以生命 和她 解決她的困難 原來她真的不理會 她當作沒事發生 招呼都不提招 所以這個 這是有好經驗 當我們拍戲 遇到這個角色 我知道怎樣做 所以經理就是故事 原始者就是這樣 上完課 然後 沒多久 就頒了 梁國昔文獎給我 就是這樣 不提 你不提 我都不記得 我記得她 她不理會我 那故事 好 今天 看看我們這個 Kogwa Chen 1989年有電影 《烈火街頭》 和魏昇的合作 你覺得是怎樣 合作很開心 合作很開心 因為 這都是熊金寶大哥的監製 是的 因為魏昇 他是熊金寶的入室弟子 是徒弟 而且他和我的樣子有少許相似 在當年 當年有少許相似 即是那些輪廓有少許相似 他覺得形態相似的人 但出身不相似的人 一個就是那些低層古惑仔 沒有什麼流入衝動 一個就是外國流入回來 這樣就拍一部電影 好玩嗎 這樣就拍成這個《烈火街頭》 是的 開心的 而且我們現在經常有聯絡 因為他現在住在美國 是的 我們就接不來聯絡 他煮了什麼菜 今晚吃牛扒 好吧 是的 有聯絡 我有經常在國內拍戲 他也來幻店探討我 Kent Lo問 當時薑絲 Juno有沒有提出一些很刁鑽的要求 都不是很無理 他經常想我的精神狀態 是很落薄 不夠神 不夠分 不夠神采 好像油雲野鬼一樣 只有身軀 做到這個神態 如果你是假裝 不是不行 如果你真的不多不少 有這個成分 是否會更好一點 這個要求 另外有些有時要求 將煙頭 你可不可以真的去 見你 真的刺在手上 拿下去 我說 我是拒絕了 哈哈哈哈 他覺得 是否可以這樣犧牲 我說不是 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 是的 有時 我知道你想 你叫我二樓 跌跌跌下來 就像我年輕 開車 跑車 群眾 喜歡 比不比車 我都會和你搏 但有些我覺得很無謂 你現在用獅子做那個特技 有時候是這樣 阿俊尼是比較投入 他覺得你的感受 你是不是真做給我看 其實很多導演都一樣 跟難買牆都一樣 哈哈 哈哈 他會有這個傾向 其他就沒有什麼 其他你就問了 他曾經要求 阿俊尼雄 他曾經要求阿俊尼雄 是否可以把手 被殭屍這樣撞 我說阿俊尼雄 我會脫掉 哈哈 哈哈 也是拒絕了他 是的 拒絕了他 太多問題都問不到 好 我們真是很感謝小豪哥 這次來我們談了很多 很豐富 是的 開心的 和你們分享故事 是我們現在這個年紀的 其中一環 多些跟年輕人聊一下 自己的故事 自己的經歷 如果你們用到就用到 吸收到就最好 起碼不用 好像我們以前走的漁網路 繞很多圈 因為我們經歷過 所以我現在很喜歡現在 我這個年紀 你看我20歲 我就不用了 是啊 無知的變回 好 謝謝小豪哥 好 我們下次有機會再跟小豪哥聊 OK 拜拜 台灣就 都瘋狂了 但是去到檳城 我記得是真的 那些安全要用窗 去攔住 就是不要再推進來 好像你是不是 去了台灣拍一套 識別海岸 去到就愛上了他們的 木瓜仙奶 還有他們的腦肉飯 每天都要吃兩碗 因為很小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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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